韓國滴社歷年來在1月1號爆出不少對元旦情侶 讓網友們都在期待2023年第一天 滴社將帶來什麼驚喜 沒想到今日一早 滴社就先拋出震撼蛋 男生李忠碩和女生 IU 已經熱戀四個月 兩人趁著聖誕節前往日本 度過三天兩夜的甜蜜假期 甚至是李忠碩親自訂飯店安排行程 不過他們為了避嫌 特地從不同地方回國 李忠碩從大阪到東京再到明古屋 最後再從東京飛回首爾 為了避開鏡頭也是煞費苦心 不過兩人在機場背著一樣的包包 戴著一樣的眼鏡 甜蜜藏不住啦 而李忠碩30日在MBC演技大賞中 發表的講感言時提到 自己在退伍後常常感到不安 有一位特別的朋友帶自己從恐懼中走出來 還特別向朋友喊話喜歡你很久了 每次看到這位朋友都會想更努力生活 想成為更好的人 而李忠碩 我一直都很喜歡 十個一天就被爆出這位朋友就是IU 讓雙方粉絲驚訝到不行 而李忠碩小早發聲明回應 表示兩人最近從朋友發展成戀愛關係 超霸氣直接承認戀情 讓網友們又是難過又是感動 男神和女神認識多年 從原家變成好友再到情侶 這是什麼偶像劇裡才有的劇情啦